非常地難過的一個故事 就是我剛來的時候沒多久 我公公就幫我們辦婚宴 婚宴 對 辦婚宴 那時候是89年的 英國89年 對 那個時候是很流行那種 辦請客的時候會炒熱氣氛 就請那個小姐來跳舞的 然後偷光光的 來走得很開心 這麼刺激 那個時代也是 我也是 對 在哪裡 妳是嫁到哪邊 三叢 三叢 是 三叢 還有 小姐 一次要三個 偷光光 偷光光 身材超 妳可以不用比 妳可以不用比 沒關係 太好奇了 你知道嗎 那時候 我那天應該是很開心的 但是那個我沒想到是 因為他們要做什麼的時候 我都不知道 因為那時候也跟我講 我也不懂 然後我就很驚訝 為什麼結婚 為什麼要請小姐來拖曳 那個不會很尷尬嗎 我們習俗那邊是很保守的 我們越南是非常保守 然後有一個就是我老公 他的朋友很調皮 他可能試探我的個性或想法 然後他就請小姐靠近我老公 對 然後靠近我老公 就是親密的感覺 然後那時候我一看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拜託那是我老公 妳怎麼可以這樣子 妳站起來跟他一起跳 對 然後我也不能跟我老公 表達說我不喜歡這樣 或是我次數 我也不會講出來 然後我就放在心裡 然後就結婚 就臉就擺得很臭的樣子 然後結婚 然後小事就說妳不要這樣 妳會中波 對 那就只能哭而已 妳在婚宴現場哭了 我那時候哭 但是沒哭很兇 然後就回家是哭很兇 因為那時候心裡哭 但是沒有表現出來 但因為在那個 等客人回去之後 就是在家裡 跟我老公私底下的時候 我不能跟他說 我真的沒辦法接受 這種感覺的時候 我就很難以形容之後 我就能哭 然後哭了之後 我老公他說 他真的很討厭人家哭 他說今天是結婚 結婚日 那個非常喜氣的一天 你哭的話就會帶衰 就是 對 然後我不懂 反正我要哭 我沒辦法控制 因為我覺得我很委屈 然後這樣的行為 我是不能接受的 一剛開始我不懂 台灣文化是那麼開放的 公共來安慰我之後 他越講的話 我哭越兇 越哭越大聲 因為你把心裡的委屈 都哭出來那種感覺 譬如說你這樣難過的時候 人家來拍拍你的背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都哭得 那婆婆在旁邊中工的嗎 婆婆為什麼不來安慰 因為我婆婆的個性是比較直 她個性比較不會去注意 她比較沒那麼細心 去注意別人 公公比較細心 公公比較細心 因為公公是她人員比較好 而且她比較懂得安慰女生 這樣聽起來公公的人員 好像真的不錯 她請的脫衣舞 然後妳哭了 她再來安慰妳 不過這點還是要跟阿將報告一下 在脫衣舞在台灣文化裡面 它不是一個應該有的東西 而且我們當然也不鼓勵任何人 在光天化日下 現在好像不行了 這樣當然不行 我個人認為在不管是前晚 妳那個是17、18年前的事情 現在是不是沒有人這樣子 現在沒有了 不要哭了不要哭 現在想要看脫衣舞 其實 還不容易耶 對啊 林靜雯也好久沒有跳了 欸 欸 叔叔